來到7月,一年就已經超過了一半 還有一個月我就生日了 7月份沒什麼節日,不過就是夏天的開始 所以我這個月的主題就是Summer 讓我在左下角畫一隻紅殼水泡 這次我就不會用原子筆、原筆的起稿 會直接用木顏色來畫框 我現在正在用蜜桃色的木顏色來畫整個大水泡的外形 嘴方面其實大隻會比較像 所以我就加上牆本身畫得不夠誇張的嘴 就是由嘴的部分開始填色 眼睛方面如果要畫圈的話 都是用黑色的木顏色來畫 就可以大規模地填滿這隻紅殼的桃紅色 填木顏色的時候不足很重要 所以我們要順著這個水泡的立體來游 就是不會一時又打橫一時又打直 例如像我這樣,可以由其中一邊出發 慢慢打橫地畫下去 還有會有少少弧度 可以用圓筆畫水泡其中一邊的渣手位 以及水泡充氣後的皺摺 如果你真的想買實物的話 可以淘寶到搜尋火裂鳥游泳圈 下一步就是畫椰林樹影 用啡色的木顏色來畫兩枝高的樹幹 是又幼又長和少少彎彎的 上面就像爆炸放射性的擦開一枝枝樹枝 還有樹頂的位置會有些毛毛的擦出來 畫樹葉的時候,木顏色要夠尖 所以我就要刨一刨一刨 根據比例,樹葉就不用太大塊 純粹很粗,畫到分枝效果就可以了 主要就是這座有兩棵樹 旁邊都可以畫少少陰影 去假裝還有其他樹 再在這兩棵樹中間畫一張吊床出來 整個圖案都是用了啡色 可以營造一個剪影的效果 右邊我就想畫多些彩色的東西 夏天就會令我想起很多果汁 現在畫的是一大瓶 可以分給很多人喝的士多啤梨飲品 可以先用淺藍色去圈外形 用暗紅色來畫飲品的高度 和士多啤梨的外形 因為士多啤梨是隨意擺放的 所以畫的技巧就是每一粒的大小形狀都不一樣 畫到差不多就可以拿鮮紅色來填色 注意每一粒士多啤梨的陰影 可以加綠色的香草來點綴一下 在底部填滿淺粉紅色 記住士多啤梨是浮面的 因為它們比較輕身 旁邊用淺藍色去圈一些透明玻璃杯 繼續畫其他飲品 左邊的杯是橙和檸檬的飲品 杯邊是插了一塊橙片 在橙色的飲館上我都加了一些斜紋 杯底用淺綠色畫青檸 再配搭一些香草 冰粒的話用綠色把它圈出來 而不是藍色 模仿一粒透明的冰倒影 杯裡面物品的顏色 右邊的杯就是倒出來的士多啤梨飲品 木顏色畫完之後 可以用圓筆挎一點點 令整個圖案實色一點 但千萬不要死實實地加線 之後我就要畫一個 裝著超多飲桶的水桶出來 看到這麼多飲桶 就好像有很多人要參加這個派對 整個外形都是用銀灰色去畫 亦可以用圓筆輕輕地附助線條出來 用不同顏色的木顏色去畫一支粗飲桶 它們的頭向著不同方向 有一种随意摆放的感觉 再用圆筆轻轻收拾一下 水桶的身份是银灰色 水桶上的贴纸有斜洞的彩色 先用圆筆画斜痕 再用不同的环色重复地画 圆筆在中间随意的英文字没有出来 然后再用彩色上去 这个派对是开在一个泳池 所以这些食物就是放在泳池边 灰色的斜线就是泳池边缘 粉蓝色的湖边就是一张玻璃桌 桌上有一粒粒彩色的紫碎 增加整个派对的感觉 泳池水的涟漪是粒粒乱的 因为四方白面都有人游泳跳水 再加上其实你只是画一个绿色 所以就不需要太过细节 我都只是轻轻地用蓝色筆 去乱点一些涟漪出来 再在底部轻轻地掃一层浅一点的蓝色 剩下上面的空白位就主要画食物 夏天当然不少得西瓜、菠萝这些水果 用浅绿色画了菠萝的外形 只能在顶上润草 STAP 波罗生的地方就会搭一个连着וב 粗略地掃一层浅浅浅浅浅浅广 再用圆筒在每一个圆圆上面再画五星形 幅便绿色 integration 并都形成菠萝的纹 右手边画了槌不是很像的山果串胶 再写着在隔壁画香蕉船 勞黄ificDet y surveys 去어요 画两条搭y故属的香蕉 拆兩把很經典的傘 再旁邊畫兩個雪糕甜筒的棋架 用卡其式去畫雪糕筒 填色的時候在上面加一點斜紋 雪糕用了粉藍色和粉紅色畫雙色的雪糕 畫完雪糕記得畫雪條因為他們是朋友 所以我就畫了三支打平放的Bentatat雪條 以前的雪條棍可以抽獎 而我媽媽覺得她會中獎 所以就買了很多雪條回家 於是我就不用女兒她也有得吃了 畫完食物插圖後 先寫一個標題 就是Summer Party 夏天最令人期待的就是放暑假和出去玩 曬一下太陽、游一下水 用黃色來寫完紙之後 又是搭淺藍色的時候 我用Wuji休筆頭那邊 替字加一點陰影 周圍畫一些閃閃的圖案 用淺圖畫一些圈圈在字旁 裝吹泡泡 大致標題的左右兩邊 我就想畫一隻關於沙灘的小鳥 由於是畫卡通 我就可以用圓筆來起稿 那條線就會實色一點 更加有卡通的感覺 右邊這隻就是卡通版的海鷗先生 嘴很大隻眼睛很大 基本上她的毛都是白色 不用點油 是嘴比較顏色 還有屁股翼尖汁毛就有少少黑色 剩下的地方就用黑色的毛顏色筆去畫陰影和邊框 剛才畫了一隻向歐 現在就畫一隻卷魚蹄糊 兩隻都是會捉魚吃的小鳥 咀著魚一樣都是黃色 但就是因為它們捉魚的方法不一樣 所以咀的形狀設計就不一樣了 大家有沒有問過神 究竟為何它們都是小鳥 吃著同一樣東西 咀的設計要不一樣呢? 中間空白的位置 我就打橫地圓著一些線 畫一些剛才畫泳池的連椅 令到中間沒有那麼空白 又不會阻礙你要寫字的位置 色彩繽紛的七月就完成了 下個月就有另一個節日 比起生日我更想畫 想一下究竟畫哪樣好